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都知道 老美的假想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 为了遏制如做了火箭般飞升的中国速度 美国可谓是用上了吃奶的力气 绞尽脑汁想出成百上千种损招 来阻碍我们的发展 尤其是2020年拜登上台后 他们打压中方的手段更加明目张胆了 可能是仗着中国脾气好 凡是能让中国不爽的招式 老美都会拿来试一试 只不过脾气好是一回事 触及到国家发展红线 又是另一回事了 正处于兴盛上升期的中国 可没那么容易被老美打压 等到老美大招小招阴招哥鲁笋招全使完 回头再来瞅一眼中国会发现 咱们国家的发展又大变了一个模样 这可不存在什么夸大成分 毕竟按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确实是这样 甚至于美方媒体在此前大胆预测 中国在下半年或将迎来三大关键性的转机 而这三大转机发生后 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仅会再度提高 还有可能直接超越美国 那么美美口中提到的中国三大转机 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西方媒体的他们 又为何这么说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中国下半年将会发生的三大转机 纵观美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 美国人称霸世界的贼心从未死过 在稳固自己霸权地位的道路上 为了解决潜在的一切威胁 只要世界上某个国家有超越他们的苗头 老美就会立马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 把威胁扼杀在历史的长河中 此时我们可以回想到上世纪苏联的下场 为了彻底击垮军事能力不输自己的苏联 美国前后动用了军备竞赛和经济封锁等多重致命手段 最终如美国所愿 苏联在他们的强烈针对下 解体分成了多个国家 而之后美国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自从发现中方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后 动不动就拿中国说是 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常规操作 就在几个月前 美国向国会提出了国防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是为了明确列出 美国2022年的国防重点 其中第一条便是应对中国 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 放眼咱们的近代发展史 美国为了对付中国可谓是煞悲苦心 不过那些原本用着无往不利的打压手段 放在咱们中国身上可失效了 毕竟上世纪的中国不足之处还有很多 按常理来说 这一时期的中国 应该比较容易让老美的计谋得逞 老美自然也打得这种算盘 趁着我们国内各种思想还处于混乱时期 特意搞西方文化侵略那套 大肆鼓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顺便也踩一踩中国的民族文化 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是想利用种种阴招 让中国落得与苏联同样的结局 然而老美终究失算了 中国靠着稳扎稳打的科学发展策略 以及国人的重置疑心 逐步从一个国籍排名落后的国家 成长为世界瞩目的大国 从这里也能够看出 老美在上个世纪都无法成功打压中国 又更何况能在21世纪的中国面前讨到甜头 他们也只能耍耍嘴皮子功夫 而后去中国南海给我们天天赌 所以正如美美所预料的那样 我国或将迎来三大新转机 首当其冲的就是科技领域的发展 尤其是芯片方面 要知道近年来我国的国产科技企业 可谓是一路风春 这些国内的科技企业愈发团结 也意味着突破和创新力度会大大提升 同时中国制造也在整个国际上打响了名气 于是美国作为见中国好就眼红的一方 立马对我们展开了科技战 之前颁布的线心令 便是他们直接针对我方的铁证 但中国相关企业早就开始了自主研发计划 即便是处在美国科技战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芯片也逐渐冲破了重重阻碍 比如华为一直在研发的国产芯片 相信只要假以时日 华为的国产芯片便会为中国打开新的一扇大门 而美国在发现情况不妙后 利用一切方法围堵和封杀我国的高新科技企业 于是这才出现了前不久轰动全球的孟晚舟事件 但受到打压的中国岂会就此妥协 我国的科技企业更不会轻言放弃 秉着这股永不挫败的中国进 不少企业化危机感为动力 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在国产芯片的研发当中 甚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攻坚芯片难题的研发之战 今后随着我国在这方面的突破 一些外国芯片的进口额会逐步下降 反之咱们自家生产出来的芯片使用率将会逐年盘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只要我国的科技企业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稳步发展态势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国便能攻克掉所有难题 在高新科技上实现绝对领域的自由 不得不说 美国人这次是既低估了我国的科研能力 也看清了中国国产企业的进取精神 而第二件大事则是航天领域的发展 根据相关专家分析 中国航天在未来两年将会进入关键的高发射期 并且早在去年年初 我国的航天科技集团便发布了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的蓝皮书 其中显示 2022年我国将会继续开启航天超级模式 同时计划完成50余次的宇宙发射任务 并发射140余个航天器 大家也都知道 2021年我国接连传出各种卫星成功发射的好消息 虽说咱们建国时没有雄厚的资金 但航天方面急不晚 远远急不上美国登陆月球多年的速度 但这完全不影响中国实行弯道超车 我国现在的航天技术和航天领域的发展 早就和以往不大相同了 而且还能做到保持极高的发射频率和成功率 在这两点上 连望图称霸太空的美国人都无法做到 可我们中国人却圆满完成了 比如近期搭载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14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而这次的成功发射意义十分重大 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建成宇宙空间站 而且中国是运行自己空间站的唯一国家 世界多个国家都向中国发来庆贺 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学者 甚至主动来祝贺中国 并表示 如今中国已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在太空探索领域取得进展 这是造福全世界的举措 而这次神舟14号的任务发射 已经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上 第23次执行飞行任务了 不管是月球火星还是空间站 我国的航天战略正在一步步的推进实施 进入空间站时代更是指日可待 那么眼看着我们中国人创造出一项又一项奇迹 老美干坐着不眼红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局势日益恶化 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不停为无方提供支援 同时对俄实行制裁计划 俄方政府已经表示会对其进行反制 其中停止与美国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 便是措施之一 这样一来如果国际空间站在此形势下全部关闭 中国空间站将在未来成为全球唯一的空间站 于是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美国 联盟和自己的小兵小将们商量 开始对我国进行经济上的打压 殊不知这一措施竟然阴差阳错的 让我国迎来了第三大转机 简单来说也是中国经济的春天 要知道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 能做到经济增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不仅迅速控制好了各地频发的疫情情况 还以最短时间恢复了因疫情受损的国家经济 再看看被疫情折磨得不轻的美国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2021年美国有100多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如此高的死亡率 因世界各国都为之震惊 并且在疫情最严重的20多个国家当中 唯有巴西一国的死亡率高于美国 再加上居高不下的通胀率 还有失业浪潮所带来的影响 使得美国在今年的民众满意度调查指数 下降到了197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即便到了自顾不暇的地步 美国依旧不忘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只不过咱们又要让老美失望了 早就恢复国内经济生态的中国 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向一些受到重创的国家伸出了援手 毕竟中国还是全球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要想摆脱疫情困境 重整国家的各方面实力 尤其是停滞不前的经济 与中国合作不施为一个绝佳的选择 外媒甚至表示 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 极有可能需要中国来做牵头羊 因此懂得审时夺势的国家 将会在未来主动与我国寻求更多的合作 而这也会成为我国提升国际地位的重大企迹 综上所述便是我国即将迎来的三大转机 而不管是一直把我们视为眼中钉的美国 还是跟在美国背后的那些西方国家 都无法阻碍如今中国的发展之路 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势 在未来 中国也会越来越强 给更多深陷困境的国家 带来各方面的友好援助 反观一直居心叵测的美国 在近段时间以来 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却有了往后退的迹象 这是美国为自己分不清时事的胡乱作为 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自古以来 无论哪个国家 都是先失掉民心 再丧失疆土 而美国的种种举措 无疑是一步步的将自己推向深渊 倘若日后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挑衅 那么我国也不会一直忍气吞声 必将给予对方漂亮的反击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